坏人了 那些人在做什么 做什么 连这个你们都不知道啊 难道说你知道啊 当然了 要不然我这个阿通的名号那是叫假的 我告诉你 那些个人就是土地测量局 派来做地级图重测工作的 地级图是要做什么的 这你都不知道 当然是要挖新路了 哎呀简直胡说嘛 这地级图啊 就是记载每一宗土地所在的位置 形状跟这个介质关系的一种基本图面嘛 地级图不是早就有了吗 为什么还要重测 那是因为啊 目前地政事务所所使用的地级图啊 都是日本时代所留下来的复图 你想想看嘛 都过了九十几年的时间了 那些地级图啊 大多数啊是破的破 看不清楚的看不清楚 甚至于还有的断上好几节的呢 哦这样啊 哎 利用这个机会咱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来下啊 而且啊 以前测量设备也比较落伍 这个我知道 然后再加上土地经过人为跟这时间上的一些变动呢 所以啊 时常就会造成地级图跟土地位置啊没办法配合的 哦 这样不是很麻烦吗 是啊 就像是什么戒指不明啦 啊 还有这个境界的纠纷啦 通通都是地级图不精确啊 所引起来的一些个问题 哦 所以说呀 要解决土地戒指的纷争 啊 还有这保障人民权益呢 这些个原因呢 都是地级图重测的主要目的 哦 好好 哎 你看看太阳这么大 那些测量员还真是辛苦 啊 辛苦 那是在我们这里 要是在偏远的地区呢 还得爬山过岭 风吹日晒也得要做呀 因为这地级图重测呀 是一件非常重大的工作